小妹妹的走出来 我就知道这个冰子不用吃了 就跟我谈条件 说要换个条件 不换语文条件了 要提醒我不买狗嘛 你等我一下 叫我买那么多 那么重的狗又不等我 多少 完了 那还用我奖励咯 老爸都奖励给你 不是条件的事情 你别人不要 你的条件是 如果语文考杂了 不准骂你 我没有骂你 我骂你了 不能坏 当初已经 谁让你自己没有信心 自己不相信自己 大家好 我是鸦鸦妈妈 再来给说我是鸦鸦 我不讲 那我来讲 这是我的女儿鸦鸦 爱美的鸦鸦姐 考试终于结束了 然后领受测回来了 就是 A还是蛮多的 然后因为语文差一分没有上90分 考了89分 得了一个B回来 还有体育得B 其他的都是A 这个成绩还算是不错的 因为上学期考的不是很好 让我差点猝死 所以这个学期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了学校奖励的学习标兵三等奖 学习标兵三等奖 然后还有进步之心 这个是期末考试进步之心 然后还有这个是语文进步表扬性 虽然说没有得三号学生的奖状 但是他已经很努力了 有两颗上了90分 只有语文没有上90分 89分 差一分嘛 然后真的是排断大腿了 差一分 后来就跟我一出校门 就跟我说要换条件 我就知道这个分数稳了 走出来笑妹妹 换条件 我以为他是想买什么东西好吃的 好玩的 然后他也不是他就想说 他想要乐高 乐高的话 我尽量去满足他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那个乐高 因为我没有买过 或者说我买过那种是小小的 就是一个玩具 他说要那种什么 可以拆了 要重新弄的 太多了 我不知道要买哪一种 我去网上看了一下 大家知道的话 可以推荐给我一下 然后的话 他还说 你又说请我吃 鲁串 今晚上我们就满足他 带他去鲁串 大姐好了吗 电梯来了 好啊 好啊 快点哦 来 帮你了 看我美女 美女大姐 哎呦 我要送了去 同学过生日 送了去同学家里玩一下 然后我们先去书店 去书店选一样礼物吧 选个笔记本 或者什么之类 跟学习有关的 好一点 脸 脸大的钥匙 这样子 哈哈哈哈 在家都不帮我收下地毯 我的地毯 晾在楼顶三天三夜没有 哈哈哈哈 没见过 老师不记得 在家不记得 出来下雨了就会记得 哈哈哈哈 去选个礼物去 选好了吗 好 我看一下 那这本子粉粉嫩嫩的 好吧 去买单 好 谢谢观看